財政部曾市長 曾市長你好 喂好 恭喜啊 財政部的人事大概都底定了 是 那現在這個今天啊 是禮拜四 明天就禮拜五 今年度封關就到了 接下來放了幾天假 外資有人就是要休息 是 那中國人的農曆年 十二年又要到了 大家都希望說金蛇 來報到 那這個富貴滿人間 財政部啊 會不會在最近啊 在這個 整個經濟低迷的情況之下 注入心血 在農曆過年時候 來一點紅包行情 那我想這個曾市長啊 在過去這個操盤啊 國安基金也好啊 這個穩定軍心的效果 成效卓著 過去最低的時候 大概三千九百五十點啊 你一出面操盤呢 漲到七千多點啊 會不會把這樣的一個技巧啊 跟這樣子 民眾期待的一個方向啊 在今年的十二年啊 優先向民眾來報到 給大家一個好年來過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 其實 有關股市的部分 財政部的部分 第一個是國安基金 那國安基金 在目前情況之下 沒有國內外的重大事件 股市沒有失序的情況 所以還不到使用的階段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有關公股銀行的部分 那公股銀行的部分 假設認為目前的股市 不管是動能也好 或者是十點也好 他們經過充分評估之後 認為現在進場一投資 它的風險相對低的話 財政部樂觀其成也非常歡迎 所以現在感覺是比較低點啊 是不是 昨天收盤是7634 那剛剛今天大概在平盤左右 有大概葬十幾點 謝謝 你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有沒有信心 跟委員報告 不管是從國內的兩個分別來看 主計處雖然預估明年是3.13 但是從國內整個七家 相關的研究機構來看 國內的七家研究機構 平均數是3.5 那國外 國外包括 聯合國或者IMF等等 或者是Global Insight等等 15家金融機構的 研究機構的平均數是3.4 所以是國外是平均數3.4 那國內的平均數3.5 所以跟今年比較 感覺上明天會更好 當然 好 那最近的話 會不會說 要求所有的 這個銀行啊 公股銀行啊 基金啊 這個 要求他們賣股 基本上 財政部 不會要求 所有公股 不會 因為基本上 投資 基本上 現在那個部長一直說 這個最低大概七千多點嘛 所以這個變成無稽之坦啊 那股市感覺就比較熱絡一點 那事實上現在那個交易量也很低喔 那明年初啊 開始會不會有一些這個 一個振興股市的方案 陸續推出 有什麼方案 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行政院正由管政委 在已經開過兩三次會 也聽取證件商的相關意見 正在沿理一個振興股市方案 我相信近期內就會公布 什麼時候會對外宣布 這個可能要等整個行政院正式核定 這個討論好幾次了嘛 是 那大概是在 是會不會明年 明年初啊 比如說1月1號 2號 3號的時候宣布 不確定 但其實主管機關是金管會 那請金管會 金管會吳副主委 吳副主委你好 我也好 那個現在眾所矚目 現在我們看到 央行也麻煩一下 這個 楊副總裁 日本啊 開始貨幣啊 競貶 他要求說 大概喔 這個日幣對 美元 希望是1比90左右 那這樣一貶下來的話 是不是台幣也要跟著 連動 另外一個請教的 就是 大家比較關心的 兩岸貨幣慶酸機制已經簽了 那既然簽的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了 很多人都在問啊 到 銀行可以去存 人民幣 因為如果 人民幣在台灣定存的話喔 利率聽說 定存的利率可以到 3.5以上 是不是大概有沒有這樣一個數字 可不可以請副總裁說明一下 那至於這個股市振興方案 等一下請吳副主委說明一下 謝謝 至於匯率 匯率 原則上呢 中央銀行還是尊重市場 由 外匯的供需呢 來決定 那 不過呢 如果說 中央銀行認為這個資金啊 它的進出 不平常的時候 或是 有某些的 不規則的因素的時候呢 那麼 中央銀行呢 會進入這個市場來做調解 這是第一個問題 年關將至齁 新台幣的需求有沒有增加 呃 這個 呃 基本上呢 有 供給也有增加 那需求也有增加 那 那個什麼貨幣新算計的通過啊 什麼時候開始 可以存人民幣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說 我們 呃 人民銀行已經就是在這個 十二月十一號選定的這個 呃 中銀台北做清算行 那這個呢 就涉及到兩個一個 呃 協定 一個是人民銀行 跟中銀台北的一個 協定 那另外呢 是中銀台北跟參加行 跟我們 國內的銀行的一個協定 那這些簽訂完了 準備的工作都做好了以後呢 那麼 就 DBU呢就可以來 好 那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啊 那這個就是要看就是說 你預計的最快 給一個時間吧 剛剛呢 我們是說希望 能夠在農曆年的時候呢 農曆年的時候可以開始 是不是 那好 人民幣開始可以當作 這個 一般人民可以自由 這個存放的這個貨幣 那 央行會不會把人民幣 列為外匯存體 納入其中 基本上呢 人民幣 雖然就是說 是一個清算行的一個 選定以後呢 基本上人民幣 它還是管制的貨幣 它還不是一個 你們跟總裁講的不一樣 總裁說要把人民幣 當作是 這個外匯存體的一環啊 那這個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下一個階段 可以來跟他們簽訂這個 Swap的時候呢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一個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好謝謝 那請回齁 那請吳副主委 那個大家 萬眾期待啊 振興股市的方案 什麼時候提出 內容大概是怎麼樣 謝謝委員 這個 這部分 我們已經也提報到行政院 那麼 近期內應該會來做一些 進一步的討論 那藉這個機會 跟委員報告 我們提出的 這個 振興股市方案有四個大面向啊 第一個面向就是 希望能夠提高我們 股市的國際能見度啊 所以我們也希望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裡面 來提升我們的能見度 那麼也 所謂的能見度 當然就是希望公司治理的 相關的一些積極的作為 能夠把國際評比更加的提升 那吸引外資 這是大方向的第一點啊 那第二點是 副主委會不會開放那個 那個入資來台灣買 那個股市 股票 我報告一下就是說 第一個面向是 提升國際能見度公司治理 第二個面向是 充實多元的這個優質金融商品 那第三個面向是 從降低交易成本的這個事項 來活絡交易市場 降低交易成本是不是 要調降證交稅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已經也跟財政部 已經有一些具體的作為 就是有關這個 認購權政的這個 當這個自營部位的一個避險的 證交稅的部分 已經有做一些降低 那第四呢 第四還有什麼 第四的部分是 擴大資本市場的版圖 所謂擴大資本的版圖 是從長 中長期的角度來看 比如說我們目前抱怨的OCE 這四個面向下面都有具體的每一個指向 因為時間關係在這邊沒有辦法 那副主委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反對有什麼所謂的紅包行情 過年快到了 你反不反對 呃 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還是尊重市場的機制 所以你贊成有紅包行情 我沒有所謂贊成不贊成 我們還是尊重市場的機制 會樂觀來看待嗎 只要這個大家對市場有信心 我們都樂觀看待 好 希望大家過好年齁 那接下來請那個內政部營建署 謝謝 葉署長 署長 剛才這個費主席 呃 他定有公務 准他請假 現在營建署是哪一個同仁代替 時間是不是停一下 時間暫停齁 喔 喔 葉署長又進來了 市長來 市長來 喔 市長來 欸 市長 剛才你不是請假嗎 嘿嘿 那我最重要請這個營建署喔 就是 因為我來自地方齁 我們地方的40米特異號道路的問題齁 現在已經開始如火如荼開始做了齁 也謝謝這個內政部營建署的所有同仁齁 不斷積極在趕工啊齁 但是還為得不足啊 40米特異號道路啊 第一期啊 即將要完工 可是第二期啊 遙遙無期啊齁 那我本席也是希望建議齁 這個署長啊 能多多 傾聽地方的名義啊 就第一期 這個40米特異號道路啊 第二期的部分齁 他現在本來有一段叫做第一期的延伸段 玫瑰中國城那邊齁 大概齁 有兩三萬人齁 所以 謝謝你從善如流 已經開始動工 這個經費也撥下來試做了 另外一起蠻重要的 就是華城路那個地方齁 大概六百公尺啊 如果可以趕快接得上的話齁 大家可以造福啊 五萬個居民啊 交通行的便捷啊 從那邊直接出發 接到特異號道路直接就接到蘇公路了 是不是拜託這一段啊 能優先考量齁 納入這個40米特異號道路啊 第一期的延伸計畫也好 第二期的這個優先計畫也好 趕緊啊 優先來試做 為五萬個居民的行的便捷安全 跟你請您拜託 這個到就是委員的努力齁 我們大家努力到玫瑰路這一段啊 要到明年的六月會完工齁 謝謝 整個會完工齁 我們估的總工程會大概37億喔 那整個生活圈道路的計畫 是到103年就截止 但是我們會有新的計畫 從104年開始 但是這個計畫 安坑就是二期的啊 在102年 因為第一期到玫瑰路 這個102年六月才會完工 所以在102年的計畫 因為預算很緊 容納不進去 但是我們會報專案 報專案 可能在103年 我們會有這個居民啊 大概幾萬份的聯署書喔 或宋達那邊 行政院也會收到 我們來努力 拜託啊 就是滑乘快速道路喔 大概六百公尺啊 就是可以直接接到特異號道路 他的經濟效益是非常高的 所以拜託這段優先施作 我們來努力 好 謝謝書長 謝謝 好 感謝兩位請回 接著請